赵本山儿子直播诉苦 遭网友怒对啃了 赵本山是个农村娃母亲 因病去世父亲扔下他离家 小时候的他是靠百家贩生存 后来竟然介绍娶了个老婆葛淑珍 以979年他们举办了简陋的婚礼 家里家外的操持 让赵本山可以安心在外拼搏 然而赵本山的成功 让他和妻子越来越没了共同语言 也是赵本山提出了离婚 虽然葛淑珍内心很伤心 但还是含泪答应了离婚 他们的儿子早年夭折 用老爸的名气去博取热度来赚钱 相反他的龙凤胎儿女则是网络主播 而小儿子赵一南从国外回来后 就进入了老爸的公司 做起了助理每月工资7500块 却遭到网友怒对 要不是你爸你连7500块都赚不下 这话让他很伤心 比起同时新二代的郭麒麟来说 已经很幸福了 如今的郭麒麟也算是家喻户晓 当年郭德纲经济遇到困难 郭麒麟自掏腰包替付解围 也许就是因为这才使得多年后的两人 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郭麒麟出生寒门吃过不少苦 此后郭麒麟用他的能力告诉了所有人 不靠父亲自己的名字也能家喻户晓 赵本山对孩子的溺爱 和郭德纲爱郭麒麟的方式形成了对比 对此小编觉得不同的教育观 对子女的影响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此你们觉得呢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